第八节 杰斯对线百搭打法 杰斯作为一个强势的线霸击英雄 往往在前期就可以打出优势 凭借着超强的远程消耗能力和超高的近战爆发 在对线任何上路英雄都可以打出充分的压制或者击杀 本节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杰斯最为使用 也是最为核心的对线百搭打法 这套百搭打法是根据国服第一杰斯南陵花神 以及各大韩服顶尖职业选手的实战打法中所提炼出来的 从杰斯对英雄特性以及实战经验帮你分析 如何在任何分段兑现任何英雄都可以轻松的打出优势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什么是兑现百搭打法 兑现百搭打法一共分成三个打法 分别是一级草丛蹲人打法 抢二单杀打法 百分百兑现压制打法 一级草丛蹲人打法 首先在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迅速买好装备上线 接着蹲到靠近敌方防御塔的第一个草丛里 此时你会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敌人会在兵线上线前进草探查事业 第二种敌人是等兵线上线才露头 也就是不进草 先给大家讲第一种敌人进草的情况 当敌人进草时 我们要先用炮形态的一个AQA消耗敌人的血量 然后切换成锤形态增加自己的抗性 这个时候看敌方上单的选择 如果敌方少男投硬的YP选择跟我们对刚 那我们就直接和他对A 等A不到他的时候 就用Q技能近身减速敌人 减速之后继续平A 在减速效果消失后 再切换炮形态增加攻击距离 继续输出敌人 最后接一个Q闪加点燃 就可以成功带走敌人 如果敌人在被我们蹲到后呢 没有选择硬刚而是直接溜了 那么就可以用第二种套路 抢二单杀打法 抢二单杀打法就是 当敌人的小兵上线前 没有选择进草 那我们也不用着急 等兵线上线后 大部分敌方上单 会选择站在敌方远程兵的后边 等前排小兵残血再上去补刀 那我们就可以在草丛里 打出一个Q技能和平A的伤害 在一级就可以压制敌人的血量 然后先处理自己的兵线 当敌人想要上前补刀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越过兵线 给敌人一种 你要补刀我就AQ消耗你的感觉 让他吃不到小兵的经验 因为我们有推线的主导权 所以一级的六个小兵呢 肯定是我们先吃到的 这里大家注意 在一级清线的时候 不能快速凭A小兵推线 否则兵线呢 会被推到敌方塔下 需要尽量指A小兵的最后一下 达到一个空线的效果 在第二波兵到达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吃了六个小兵的经验 只需要再吃一个小兵的经验 就可以到达二级 所以我们要直接换成锤形态补刀 此时 敌方的上单肯定上前补刀 清线或者吃经验 我们就要在升二级的一瞬间 就锤兵起手 对敌人进行一个减速近身 接下来看和敌人的距离 如果距离比较远 就直接用一技能打伤害 如果距离近的话 要尽量多打几次平A 再用一技能补伤害 一完之后 就换炮形态平A输出敌人 在快要A不到敌人的时候 用QE二连打出输出 因为敌人是一级 我们是二级 杰斯前期的伤害又非常的高 并且我们在一级 就压制了敌人的血量 所以这发QE命中敌人的话 基本再跟一发平A 就可以收掉敌人 如果敌人非常猥琐 放弃补刀 不给我们一级消耗的机会 我们就会回到一个正常的对线 那么就可以用第三种打法 百分百对线压制打法 想要打出这个压制打法 必须学会这两点 分别是进草转移小兵仇恨 和控线屯兵打法 让我们先进入实战来感受一下 例子中是韩服第一杰斯 JAG战队的上单 Sohan 杰斯在一级时 先用Q技能收掉三个前排的小兵 同时在敌方皇子补刀的时候 进行平A消耗 然后进草转移小兵仇恨 转移仇恨之后 因为杰斯的攻击距离比皇子长 所以一定要往前走 不给皇子补刀的机会 此时第二波小兵已经上线 我们先收掉第一波残血的远程小兵 同时等敌方上单 上前补刀的时候 继续平A消耗皇子 并且进草转移小兵仇恨 同时率先升到两级 并且继续消耗皇子 进草转移仇恨 在有等级优势的情况下 敌人肯定不敢贸然上前补刀 此时我们就要进行一个 控线屯兵打法 尽量止A小兵的最后一下 让自己小兵的数量 多于敌方的小兵 同时找机会 在皇子上前用技能补刀的时候 用技能去消耗敌人 完成对线换血 因为皇子是用Q技能补刀的 所以不能用EQ二连打反手 而且我们的小兵是比对面多的 所以就算皇子没有用Q技能补刀 而是EQ上来击飞我们 我们自己的伤害 再加上小兵的伤害 皇子换血还是亏的 完成换血之后 继续进行一个囤兵的打法 等到兵线进塔的时候 就用平A或者技能 去消耗忙于补刀的敌人 此时我们等级完全压制对方 再加上血量优势 如果敌人强行 要吃这波塔下的小兵 那就是我们月塔强杀的机会 如果敌人选择放弃这波小兵 那么就会亏很多的经济以及经验 当然百分百对线压制打法 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就是你在压制敌方上单时 会是自己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所以你一定要和队友沟通 在关键的时间点 让他来上路进行反蹲 一旦敌方打野来盖肯尼 那么就等于是送人头 因为你在压制的过程中 不管是血量还是小兵 都是多于敌方上单的 那么敌方上野和你们进行个2v2 也是完全没有胜算的 以上就是我们的对线百搭打法 当你领悟了这三个打法后 基本可以在游戏的5分钟之内 取得对线的优势 非常的实用